哈喽,我是老雷 昨天那个事儿啊 就是悖剧不用说了,对吧? 但是我觉得要说的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 这种事情发生了 就马上就 非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我那个时候,我上Twitter 但是,这边 全部是,啊,那些穆斯林 然后,那边 全是,啊,那些枪 然后,都觉得好像 这个事情干过了不到12个小时 不到24个小时 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然后,各种数据啊,各种统计啊 各种话 然后,谁都觉得好像,诶 这个事情,我可以用它 证明一个点 一个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之前 我已经相信的一个点 就是,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个事儿 它就是可以加强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而已 然后,我去用它,其实是一种利用吧 我去利用它 说明我的点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非要 马上得出一个结论 为什么我们非要马上有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好像也是 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 面带的一个 一个心里一个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任何一件事儿 所有人都会要求你马上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就表态 有一个什么态度 诶,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觉得这件事儿是谁的错 你怪谁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也不知道 具体,这件事儿是 比如说,Orlando 是因为人家是精神病吗 人家是 不知道 可能自己其实心里是个重新链 然后恨那些 已经 出过贵的那些 重新链还是 还是确实是伊斯兰教那种 极端分子 还是 我们不知道 然后 这边 就说,啊,那些穆斯林 我想,其他的穆斯林 跟这样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 他在那儿杀人 然后呢,就要求 全球穆斯林要一起表态 要说,哎,这件事儿我们反对 我们团结 其实他们要怎么团结 中国穆斯林 非洲穆斯林 欧洲穆斯林 各种语言 各种文化 各种民族 然后我们要他们团结 说,这件事儿 跟我们无关 我就有点血 然后 然后,那边 就说,啊,枪 因为人家用的是枪 因为人家买的是枪 然后,所以说,这个肯定是枪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巴黎的时候没有受到枪的问题 或者是巴黎 或者是查理 查理都开 或者是 布洛塞尔 那个时候有人说到枪的问题吗 没有啊 人家用的一模一样也是枪 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说 我只有美国的时候就说 两边 都在那儿 为了自己也点说话 为什么一个 年轻的男的 人家是穆斯林 人家杀的是gay 好像我们觉得,哎,他杀的是谁 我们不在乎 我们在乎的是他是谁 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身上 凶手而不是受害者 受害的是gay 我们觉得,哎,这个事儿偶然吗 gay可能自己不觉得这是一件偶然的事儿啊 gay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启示 多少都受到启示 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多 他肯定不觉得这件事儿 是偶然的 但是 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哎,这个是穆斯林的问题 所以 他杀的是谁也无所谓 我们要关注他 他的信仰 那一个白人在那儿杀人 Aurora 那个电影院的事儿 蝙蝠侠的那个 或者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 杀那些小孩 小学的那些Sandy Hook Charleston 那些是白人,对吧 那我们有问他吗 说,哎,你 什么调徒啊 你是基督调徒吗 那是不是 全球所有基督调徒 都必须 为你负责任 是这样吗 哎,我就觉得奇怪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出来说,哎 伊斯兰是一个和平的宗教 religion of peace 我就想 何必吗 伊斯兰还真不是什么和平的宗教 就像基督教也不是什么和平的宗教 宗教不是为了和平 宗教是一种宗教信仰 是关于死了之后啊 什么天堂啊 耶稣啊 穆罕默德 什么佛教啊 印度教啊 伊斯兰教啊 基督教啊 都不是什么和平宗教啊 他不是以和平为主 他如果说21世纪了 后现代化呢 他当然可以和平 但是他的核心不是和平 和不和平的问题 这个非洲你去看看 我们基督教我不是天主教徒吗 啊,我们基督教徒在那干的那些事啊 也没人找我 说,哎,老雷 你一个基督教徒 你为什么允许他们那样做 我怎么可能不允许他们那样做 我,我在非洲吗 我不认识他们 那一个中国的一个穆斯林 他认识 奥兰德那个变态吗 不认识吧 我就觉得这些事啊 依旁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我还要再强调一下 我们可以等 我们可以说 受害者是谁 我们很欣疼他们 然后 我们可以再等 警察得出的一些 调查的一些结果 包括 那个男的 哎,他的 他的心理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宗教信仰 谁跟他有关 他在哪一个清真寺里面 做礼拜 他上的哪一些网页 他的枪是哪里买的 是谁提供的 很多我们可以观察的点 很多我们可以说的 但是 这种事情不是 发生了之后 不到12个小时 不到24个小时 你就必须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你必须有一个什么态度 你必须有一个什么立场 不是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